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三位一体的神 很多人没有信耶稣 也不了解说 哎呀这个来到基督教会 一讲就三个神 我们是一个神 不是三个神啊 哎呀三个神 一个叫圣父 一个叫圣子 一个叫圣灵 其实三个 这三个位格 神的位格 是一个神 神的三个位格 这个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那也有人说 哎你看这个 这个基督教很有意思 这个天父呢 姓耶 叫耶和华 那圣子呢 儿子也姓耶 叫耶稣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糊涂 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懂 我常常听牧师讲道 我都会听到他讲错 耶和华是天父 是吧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亚卫是神的名字 这个神的名字 亚卫耶和华 包括圣父 圣子圣灵 他是神的名字 因为犹太人不敢 叫神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亚卫 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 叫耶和华 亚和华 耶和华 那么当我们谈到说 这个耶和华 就是我们的神 那么神 圣父圣子 圣灵是同工 同荣 他们一同工作 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圣父设计救恩 创造宇宙 所有就有 命力就力 对不对 那么圣子呢 顺服圣父 被拆遣 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恩 那么圣灵呢 被圣父 圣子 拆遣 来到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里边 与我们 在一起 成全救恩 那么在圣父 创造宇宙的时候 圣子 是不是一同创造呢 是的 圣子是跟圣父 一同创造宇宙万物 那么圣灵 是不是一同创造呢 圣灵也是一同创造 一同创造 所以在神创造宇宙 你打开创世纪 第一章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我们看到 在第一卷 圣灵就出现 圣灵就出现 那我们今天 很多的弟兄姊妹 不太敢谈圣灵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 就是谈圣灵 所以我们经常会 有一些争论 我们有的讲 圣灵充满 圣灵的高膜 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意志 那有的觉得 我们一谈圣灵 好像谈不准 谈不准 其实很多的人 不信圣灵 我们就读圣经 但是要记住 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信圣灵 你就没有信神 因为我们所信的天赋 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有自己的位格 我们所信的圣子 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有自己的位格 我们所信的圣灵 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有自己的位格 如果我们没有信圣灵 我们可能就没有信神 圣灵有两个工作 是在我们生命中最明显的 第一个 圣灵体示我们 让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认识耶稣基督 真理是谁啊 耶稣基督 耶稣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你信耶稣不是你的决定 信耶稣是圣灵的感动 你信耶稣不是你的选择 是圣灵的引导 他引导你进入真理 当你进入真理以后 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 第二个工作 当你信了耶稣 你再犯罪的时候 你就跟过去犯罪不一样 你过去犯罪 你就得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可是你圣灵住在里边 你再犯罪 你就不觉得理所当然 你就觉得一种亏欠 痛苦 挣扎 对不对 所以圣灵在你的里边 让你畏罪 畏意为审判 可以有自己责备 自己的能力 他可以免于你犯罪 当你要犯罪的时候 他会为你担忧 为你叹息 为你代求 那使你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举个例子吧 有一个小偷 他没有信主之前 他的生命就是偷东西 偷东西就是他的事业 事业做的越大 他越高兴 对不对 偷的越多 他就越喜乐 结果有一天 一天没偷到东西 他就很沮丧 结果晚上的时候 他睡不着觉 他在床上 翻过来 掉过去 翻过来 掉过去 因为没偷到东西 就睡不着觉 对不对 今天好像就亏了 白做一天工了 啥都没偷着 他就听到远处唱歌 唱 耶稣的爱吸引我 他就被吸引了 他不是被耶稣爱吸引了 他就被那些人吸引了 他想那么多人 一定有机会下手 所以他就离开家 就奔不到回去了 一到那 那牧师正在讲道 他悄悄地坐在后边 牧师讲道 他就觉得是对他讲的 牧师就指着他说 过去偷的 就不要再偷了 那其实牧师讲以副所书 对不对 以副所书第五章 说过去偷的 就不要再偷了 然后我们要找一份工作 然后我们不仅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帮助别人 那其实牧师讲圣经的话 哇 他一听 他就 圣灵一下就进入里面 感动他 他说 哎呦 真有神啊 这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呢 就对着我说 过去偷的 就不要再偷了 他就不敢偷了 这手就被绑住了 你知道吗 他就知道牧师看着他 其实牧师根本没看他 那结果呢 牧师一呼召 他不仅没偷 他跑到前面觉知了 信主了 一信主的一刻 圣经告 当你信主那一刻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 你的生命就有个翻转 过去 一切都过去了 若然在基督里边 他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会变成过去 都会变成新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 开始在教会里边 努力的服侍主 非常的敬迁 礼拜天做礼拜 礼拜三祷告会 然后教会礼拜六 发单张 他都去 结果有一天呢 他打工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 路过一个包子铺 他要买包子 他就喊了两声 这个包子铺 有点像反了圣灵小包子铺 就一个老大娘在那包 然后呢 有人来买就卖 没有人来买 就到后边包 那么他就叫了半天 那老大娘可能忙 耳朵也不太笨 也没听清楚 他就想 哎呀 叫这么天都不来 这过去 这多好的机会啊 这还用叫吗 这人有的时候 不能乱想啊 思想决定行动 他这么一想 这一轮包子 一坐了这就拎走了 回到家里边 晚上 晚餐有了 对不对 这个自己打了个鸡蛋汤 端上来 包子一放 还热着呢 晚上一坐 哇 这个心满意足的 今晚又包子吃了 可是基督徒吃饭 有个事情要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哎 要祷告 他一祷告 主啊 谢谢你给我晚餐 完了 基督徒为什么祷告 有没有好处啊 有好处的 提醒你 哎 他一祷告 他就一下像火样 把他烧的吊进来 哎呦 这个包子我是偷的 我怎么可以祷告 麻烦了 这是圣灵的工作 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 不仅吃不下去 也睡不着了 就躺在床上 翻过来 吊过去 翻过来 吊过去 你看他这两个 翻过来 吊过去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他打电话给牧师 说牧师 不好意思 我这个偷包子了 牧师啊 这个没有责备的 就一般的牧师 不太聊 他说你怎么又偷包子了呢 你说你偷什么不好 偷包子丢不丢人 另外你说你 大家这么为你祷告 这半年你成长得很好 你看前功尽弃了 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 为他难过着急啊 会的 可是那牧师很有智慧 牧师说 弟兄啊 那你怎么 过去你偷到东西 你什么感觉 他说过去偷到东西 睡得很香啊 那为什么今天偷到东西 睡不着了呢 不知道啊 牧师说 圣灵内住在你里边 他在为你担忧 所以你睡觉吧 别担心 为你祷告 明天早上我们去 跟人家把钱付了 我们向人认罪 好吧 我带你去 第二天牧师带他去了 把钱给人付了 向人认罪悔改 哇 诚恳的这个弟兄 也很难过 流下眼泪 那个卖包子的老大娘 也挺感动 就跟去教会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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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学校 明天学校 今晚点 再一次 推进 文字幕 诺 Bj